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字学院,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台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那么很高兴呢又和大家在麦字学院里面见面了,那么长期在麦字学院里面收听有关产品经理课程的同学呢对我应该不陌生,因为呢之前在麦字学院里面,那么我已经在这里面讲了五套课程了,那么这个呢是我在麦字学院里面的第六套课程。 那么相信还有很多新朋友,那么还是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那么大家都习惯叫我潮台老师,可以想见屏幕背后那个委员的身躯,那么我目前呢是在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前三位,大家所称的BAT,职军中一家,任职产品经理的工作,那么之前呢有过多年的从业产品经理的经验,曾经供职过新浪啊优酷啊这些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那么自认为对产品和交互,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那么简单的介绍之后呢,我们还是来说说本次的课程,那么这套课程呢,我们叫做热门产品分析。 首先说我们这一套课程都是对产品经营分析,那么对哪些产品分析呢,我们把范围聚焦在当下互联网发展的比较好,并且比较火热的产品。 为什么分析这种产品呢?首先第一个,我如果分析一个小清新的产品,那么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不知道。 那么分析热门产品,大家都比较熟悉,认知度比较高。 其次,分析热门产品有助于我们把控当前互联网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那么第三点是在于什么?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产品经理,往往平时把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关注自己所做的产品,自己做产品领域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但是对于行业当中,其他细枝行业的这些了解,往往呢并不太足。 那么这时候会有对于我们的发展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就像现在这种环境,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在一家公司里面去做。 那么当我们想换一个环境去发展的时候,或者受到行业当中不可控因素冲击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业有所了解之外, 那么你还要对互联网的其他的一些细分的领域, 尤其是热门的一些细分领域,要有一定的认知度。 这样的话,在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在迎接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才能够有准备。 在面试的时候才有的可说。 那么之前呢,我也遇到过一些情况, 比如说有的同学告诉我,他特别想做某一个领域的这个工作, 但是呢,一面试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水土不服。 那么面试官呢,面对这样的人去面试, 就会觉得完全跟我们的行业格格不入, 没有任何行业经验和背景。 所以说这种情况, 是当某一个产品经理去换一个新的细分领域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次课呢,也会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再有一点, 就是我们对热门产品进行分析, 有助于帮助我们去学习, 优秀的产品的一些经验。 尤其是在战略层, 发展层这个角度, 来对这些知名的这些产品进行分析, 学习他们优秀的经验。 当然在表现层方面, 交付层方面, 我这一套课呢, 也会做些介绍, 但是呢, 都会以重点的案例作为讲解。 好, 这是整套课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第一套, 第一次课, 我们的主题呢, 是旅游类产品, 热门APP的分析。 那么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喜欢旅游, 那么我经常也会跟我们的用户啊, 去聊。 那么当我问某一个人, 他的兴趣爱好的时候, 80%的人都会说旅游是自己的一个爱好。 现在是一个全民旅游的时代, 大家都觉得旅游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谁不爱玩啊, 就跟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吃货一样。 但是你喜欢旅游, 作为一个产品经理而言, 你就不能光是一个用户的一个心态和角度来看旅游了, 你就应该从一个产品的角度来知道, 互联网旅游的这个行业, 它的发展现状是什么样子。 那么在这个行业里面, 谁是佼佼者? 那么这些竞品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 在线旅游的这个行业, 热门一些APP, 它的发展的现状, 还有它们一些产品的分析。 好,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本次课的课程目标。 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在线旅游行业的发展现状, 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分析, 携程去哪儿里去啊, 这三款这三款热门的在线旅游APP产品。 那我为什么选这三家呢? 这三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首先说这三家是目前这个领域的老大老二和老三, 而且非常有代表性。 携程和去哪儿是一直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领导, 领导集团, 一直都是老大老老二。 那么阿里去啊呢, 其实是一个新的产品, 但是呢, 阿里去啊用了最短的时间, 挤入了第一行列。 那么阿里去啊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 那么这三款产品在整个领域里面, 它有什么区别? 它们的发展又有哪些不同? 有哪些差异化? 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一部分。 我们说现在啊, 出行旅游在大家生活当中已经非常重要了。 尤其在于中国, 大家都平时上班比较忙, 那么利用自己的年假或者这种黄金粥, 出门旅游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那么和之前找旅行社不同, 那么大家现在都喜欢在网上制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比如说订机票啊, 订酒店啊, 订团啊, 订门票啊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各大的旅行网站也都大力的发展起来了。 那么随着移动手机客户端的这种风行, 那么在移动端, 那么各家成为了这种必争之地。 那么移动端, 这种在线旅游, 也被现在大部分人所接受了, 成为一种必备的这种产品。 那我们现在下面来看一看, 目前在线旅游行业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现状? 那么不是这个领域行业的人, 可能如果你不研究, 可能完全就不知道。 那么这次课呢, 先把这个现在的发展现状,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数据, 看一下数据, 我这里面拿到的数据是2014年整年的一个数据, 还有是2015年一个预测的数据。 首先我们来看看2014年的状况。 那么2014年整体的旅游业, 整体的旅游业形成了平稳增长的态势。 我说的是整体旅游业。 比如说在国内旅游方面, 出行的人次约为36亿人次, 相比去年, 相比13年增长了10%。 那么入境, 入境的旅游, 人次达到了1.28亿人次, 它比13年其实是下降了1%的。 但是出境游, 出境游首次突破1亿大关, 达到了1.09亿。 从这个区域大家能看出来, 出境游成为了2014年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那么它贡献了很多这种上涨的幅度。 这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随着咱们生活质量提高, 那么大家已经不满足于仅在国内周边转一转了, 开始去出境游了。 那么全年的旅游总收入达到了3.25亿, 那么相比13年增长了11%。 从这个增长率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不低的, 平稳上涨, 已经超过了咱们GDP, 或者和咱们GDP几乎相等, 已经不错了。 那么15年预计的这种发展目标呢, 同样, 在国内旅游方面, 预计能够达到39.5亿人次, 相比14年也是增长10%, 也是希望平稳增长。 那么入境游和去年会保持相同, 会保持相同。 在出境游方面, 还会增长。 那么去年呢, 这14年呢是1.09亿, 那么今年15年, 可能会达到1.2亿人次。 那么比14年呢, 会预计增长10%。 出境游还是一个热点。 全年总收入3.66亿, 3.66万亿, 那么会比14年的增长11%。 那么这是一个旅游业整体的发展。 从整体发展来看, 旅游业依然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朝阳的一个行业。 它的增长势头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再看看在线旅游这个行业的发展状况。 我们说随着互联网的成熟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 那么在线旅游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状态。 那么它和旅游业整体的这种发展趋势是更快的。 那么由这个一关智库提供的这个数据来看, 14年在线旅游, 中国在线旅游的这个交易市值是2798.2亿元。 这个数据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需要记, 咱们大概是要知道把控整个行业走势。 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 在这个2798.2亿元里面, 机票的市场交易额是1942.9亿。 这是什么样的比例呢? 是什么样的比例呢? 是超过了60%的交易额。 从这里面就能看到, 机票的市场是在整个在线旅游市场里面, 发展最为成熟, 渗透率最高的一个吸氛市场。 那么除了机票市场之外, 第二发展好的是酒店。 酒店的预定呢是522.6亿。 那么第三呢是度假, 度假旅游产品是332.6亿。 那么也就是说, 最大的三块分别是机场、 机票、 酒店还有度假产品。 当然, 优先级最高的, 占据份额最大的, 当然是机票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中国在线的旅游移动端的交易额是1247.3亿。 那么这个数据表面上看也没有太多价值, 它最大的价值是, 移动端的交易额1247.3亿, 它占据了整个在线旅游市场整体规模的44.6%, 也就是说接近一半了。 这个是2014年的数据。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 到了2015年, 这个比例还会提高, 还会提高。 一会儿我们再来看。 那么从刚才的数据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用户在使用旅游类的APP的时候, 主要分的是三大产品模块, 分别是机票、 酒店和度假。 那么机票是最大的需求, 它占据了接近三分之二的交易量。 这边有具体的数据, 就是62.7, 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交易量, 非常大。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最新的数据, 就是2015年。 2015年第一季度的数据, 第一季度数据, 在线旅游的市场交易份额呢, 达到了947.6亿。 激烈数据没有意义, 我们看趋势, 环比上涨9.4%, 同比上涨51.3%, 从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在线旅游的这种发展势头, 是非常迅猛的。 那么与此同时, 在线旅游的移动端市场交易份额, 也是在迅速扩大的。 刚才我们说了, 2014年整体的占比, 移动端的占比是44.6%, 那么14年的第四季度, 其实已经突破了50%了, 14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已经首次突破50%, 那么移动端, 对于在线旅游整体市场的份额交易的贡献率, 已经突破了一半。 也就是说从14年第四季度开始, 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移动端正在超越PC端, 成为一个重要的, 更重要的一个预定的渠道。 那么说这个, 其实它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行业, 其实你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我们看看其他的领域, 比如说电商领域, 比如说搜索领域, 比如说社交领域, 这些领域, 比如这么说的BAT, 对吧, 这三大块, 其实移动端早已成为最主要的一个渠道了, 早就超过了60%, 甚至70%了。 比如说社交, 对吧, 大家在移动端的社交肯定是最重要的了, 但是这个旅在线旅游的行业, 相对来说, 比我刚才说的其他的这些行业, 它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其实是慢的, 它在14年第四季度才刚刚突破50%, 也就意味着它移动端才刚刚开始, 移动端的发展势头还有很大的潜力, 那么从这些数据中看出来, 15年移动端的市场会成为在线旅游竞争的最重要的一个阵地, 好, 我们下面来从这个图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这图里面呢, 我们找几个重要的点, 我们看一看, 13年, 从13年的QE到15年的QE, 大家看, 在线旅游的市场交易的这个规模呢, 是在逐步的上升的, 几乎没有下降, 一直在上升, 在线旅游的行业发展状况非常的良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移动端的这个交易量的规模, 它和整个在线旅游市场规模我们看, 如果说把在线旅游市场规模叫做平稳上涨的话, 那么移动端的上涨就显得更为的迅猛, 那么2014年的QE4, 这个点我们要标一下, 它是个里程碑的意义, 那么移动端的交易份额的占量呢, 到了53.7%, 首次突破50%, 那么15年的QE呢, 是52.9%, 有稍显的回落, 回落的原因, 回落的原因也很正常, 也很正常, 因为那这呢, 大家都不是一个旅游的旺季, 不是一个旅游的旺季,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么刚才讲的是15年的第一季度, 那么来看一下15年的第二季度, 15年第二季度, 中国在线旅游的市场份额达到了1,061.7亿, 那么环比增长的12%, 同比增长56.7, 从趋势来看, 比第一季度还要好, 而且这时候又有一个里程碑出现了, 就是在线旅游的市场交易量突破了1000个亿, 也就是说, 从这个趋势来看, 他达到了一个旅程碑, 当然这是得益于互联网家这种深化, 总理都提出了互联网家, 大势所趋, 尤其是在这种旅游行业, 他是需要线上和线下深度整合的一个领域, 那么互联网去改变传统的旅游业, 这个势头已经不容逆转了, 好, 刚才说的是整体的在线旅游的行业的发展情况, 那么我们再把视角再往下深入一下, 那么在在线旅游的市场里面, 那么各家公司他占的是什么份额呢? 第一名, 协程, 这个是15年第一季度出的这个市场报告里面, 中国在线流市场各厂商的交易份额, 那么协程呢是占据第一把交易的, 占了多少呢? 37.33%, 超过三分之一了, 去哪排名第二, 占据了20.92%, 也就是接近, 也就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多一点, 那么第三名是一个亮点, 是一个亮点, 第三名是阿里的去阿, 占据了十分之一, 10.50%, 大家想想阿里去啊, 原来阿里做旅行, 远远没有挤进那个行列, 原来可能往下排可能是一龙, 对吧, 可能是图牛, 但阿里去啊, 用了一年的时间, 进行品牌升级和改版, 已经稳步的, 进入了第一集团, 而且他和下面的一龙啊, 图牛啊, 同城啊, 这些网站的差距, 其实是在拉大, 一龙才占了2.62%, 他在第四, 但是阿里已经到了10.50%, 当然阿里和去哪的这个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看第一集团已经形成, 那么第一集团加起来的占比, 已经超过了60%, 啊, 两集分化比较严重了, 那么这是刚才一个分析, 对吧, 在线旅游市场, 其实呈现了两集多强的这个格局, 那么市场份额比较大的, 就这么几件, 就这么四五件, 那么携程和去哪, 他们的市场份额, 占比已经过半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上一直都有传言, 携程和去哪, 有可能去合并, 当然是谁合并谁, 各有各的说法, 那么这两家比上一个季度, 总体份额还是提高的, 还是提高了4.4%的, 也就是他们的优势在加强, 那么唯一值得注意的一点亮点, 就是区压阿里的区压, 他已经挤进了这个旅游的第一行列, 并且和下面的这个距离在拉开,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厂商的, 好大啊, 我再来嗯大啊,